据报道,歼20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,目前已经开始量产交付并形成战斗力。 中国空军透露,歼20战斗机已经参加实战化演练并参加海上攻击演练和夜间作战演练。 这说明歼20已经具备了全空域、全天候的作战能力,未来足以撑起空域防御的重任。 但是作为5代机间,20却有一个出生就自带的硬伤,那就是发动机。 目前,无论是美国的F22、F355代机,还是俄罗斯的苏道50机战斗机,都已经装备了具备尺量能力的大推力发动机。 而且,20元型机使用的才是AL-31F发动机,并不具备尺量作战能力,尺量发动机将给战斗机带来强大的机动能力。 在狗斗和近距离作战时非常有优质,而歼20由于不具备尺量技术。 情怀有压抑布局,可以显著提升机动能力,但和水量战斗机相比,仍有先天劣势。 今日,有网上传出消息称,中国已经成功使用一架尖10B战斗机,试验了首款水量喷口发动机。 据网络上的图片显示,这架尖10C战斗机的发动机喷口会去齿形,和美国的F-135发动机,以及俄罗斯的AL-41,以及产品30发动机的喷口收敛片形状类似。 而歼10C作为一款大发战斗机,可以承担这种发动机测试的重大任务,说明研发方对这款发动机的可靠性非常放心,才会让一架大发战斗机来进行试验。 而大发战斗机进行试验,可以更好展示发动机,在进行十辆机动时的效果。 歼10C战斗机最初采用的是AL-31FN发动机,和歼20原型机采用的AL-31F是同一个型号。 因此歼10C战斗机上进行的发动机试验,很显然是为歼20、歼15、歼16的这类使用大推力发动机的机型做测试。 歼20C作为一款重型战斗机,和目前世界主流5代机相比有不小优势。 以F-22威力,设计是为了增强其机动性能,只能让其代仓尺寸缩小,从而缩小机身。 这样F-22战斗机,虽然和F-15从未重型战斗机,但却比F-15小了一圈,而这样的设计也造成了F-22战斗机武器挂载能力不如F-15。 而且航程也选于F-15战斗机,F-22甚至无法挂载最新的AIM-120地远程空空导弹,因此只能为其专门研发一款缩小的AIM-120C导弹。 同时也降低了该导弹的性能,而歼20战斗机可以挂在目前中国最先进的TL-15超远程空空导弹。 性能和AIM-120地对标,射程接近400公里。 对比只能装备射程80公里左右,AIM-120C导弹的F-22战斗机。 AIM-120在进行超视距空中作战是非常有优势。 AIM-20的武器内部弹仓的设计还非常具备独创性。 和F-22战斗机必须打开弹仓盖发射导弹后再关闭不同。 AIM-20的弹仓盖可以在导弹伸出后刮壁弹仓盖, 同时可以采用类似操作的还有起落架仓盖。 这段歼20在空中的雷达反射面积可以始终保持在比较稳定的低位。 而F-22战斗机在发射导弹时,雷达反射面积会突然扩大。 对比F-22和速到57战斗机,歼20唯一的硬伤就只是发动机了。 而歼10底测试始量发动机照片的出现让我们相信中国正在解决歼20的发动机团板。 而且已经有了解决方案,未来将不再收拾语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